当时南投县仁爱乡瑞岩部落的921受灾户共有139户 其中107户居民在三年前都顺利地在离旧部落约三公里的北港西上游和接地完成千村 但当时乡公所在规划重建附地面积时失误以及错过登记公告时间等等因素 至今还有32户住户等待家屋重建 由于921重建占行条例早已终止 导致土地地步变更 环境影响评估及水土保持计划等繁琐程序 让瑞岩部落32户第二期的签建计划进度相当冗长 居民透过立委孔文集召开协调会 找出中央与地方更有效率提升进度的办法 好让居民早日有安全舒适的家 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土地没有买出来的话 没有收购的话 我们32户不要谈了 我只有讲这个重点 因为那个环品那些过程可能会很反手 所以我们这一次来是希望能够尽快地 在所有的程序当中能够简化这样子 如果愿意这个真的完成的话 我相信所有的过程都要交给上级单位来处理了 我们也希望说早一点有家可以住 而居民目前已找到八笔私有原住民族保留地 将与地主协议架构 再加上原民会所属土地共2.1公顷 南投县政府初步估算土地取得经费为860万 但仁安祥公所表示碍于原保地没有市场交易价格 必须按市价来计算 最后经费可能会低于860万元 引发居民不满 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尤其那个地方它没有市场交易价格 所谓的市价 从法令上来讲它没有市场交易价格 那没有市场交易价格的话 它就要回归到那个县的土地 又要回归到县的土地的那个公告 地价评议委员会所做的一个同意的那个补偿程数 当初跟低足血坦的时候最期限的